好,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个叫做利偶的这一个特性 利偶是什么呢? 它是两个大小相同,方向相反 同时作用在物体上,那可能它的作用点不同 OK,那我们这也要讲这个利偶顾名思义 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是讲利局 那这个利偶所产生的利局有一个特性 什么意思呢?你看讲一个棒子在这边 那你受到一个利偶,什么叫做利偶 你看这个利大小跟这个利的大小是一样的 可是方向是怎么样?相反的 OK,然后施利点不同 那这样会怎么样?依照我们前面合利等于0 两个利大小相同方向相反合利会怎么样?相抵消 结果这个利针对这个物体它就不会移动 可是它会有产生什么效果?是不是转动的效果? OK,所以你这个合利而言,它是等于0,没错 可是它是不移动的 所以这里就反过来讲一句话 一个物体所受的外利而横等于0,那表示这个物体的横不转动吗? 有没有说它合利等于0,没有哦,什么意思?外利和横等于0,那利根不是全部都抵消掉了吗? 可是有可能因为施利点的不同,会造成逆局不会抵消掉 OK,所以合利等于0并不表示合利等于0,但是小一个物体是禁止不动,不移动也不转动 不移动,那它就合利等于0,不转动就表示它合利等于0,这是两回事,什么意思?OK,好,那么合利局呢,它是不会等于0的 那它的合利局,这个物体就可能造成这个物体,原本不打转的会撒转 或者原本筋在转的可能会停下,会撞更快,也就是它的转动状态会改变 那这两种利,这两种利,我们称为一对利偶,OK,这样有没有东西?这样有没有懂?好,那利偶,这个利偶的利局要怎么算呢?这个造成利局怎么算呢?就是它们两个平行,这两个是平行的嘛,既然是方向相反,对不对?好,这两个平行之间的这个距离,这个距离,垂直距离,我们称为利偶并,这个利偶并,会等它的利局就会等于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利偶并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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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并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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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可以,对不对,两眼茫然,没有感到幸福,就是这种眼神,懂我的意思,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,老师要让你感到幸福,我让你感到幸福就是用物理跟数学,逻辑严谨的证明,推导给你看,OK,好,怎么说,我们怎么证明,证明说你这个利有弊,不管你支点在这里还是在哪里,它的总利局就直接可以利有弊生的利, 好,我们来证明给你看,我随便找一点哦,这里的点,P点当作支点,这个P点当作支点,OK,好,那这一点当支点的时候,它的总利局,这个是利局,T是Total,总利局会等于有两个吧,这个造成利局,还有这个造成利局吧,我这叫利局一,这个叫利局二,OK,所以要把总利局就总共加起来,不过老师有听你,这个是什么,存量还是像量, 是不是像量还是要注意方向,不过高中还好,很幸运的是,高中的话,处理了转动的方向,就通常都从一个平面上转,OK,那就是什么,通常就只有什么,顺时针或怎么样,逆时针,就只有顺时针跟逆时针,所以来这里,我们来看看,总利局,针对利局一,利局一会等于什么,是不是它的利弊,所以利弊, 我们这假设是D1,那是不是等于D1乘以F,不过我刚刚讲到,要注意什么,方向嘛,它什么方向,是怎样,是不是,不是往上哦,转动通常我们用时针的转动方向,就是逆时针方向,OK,逆时针方向,好,再加上,你这个F1乘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距离,这个D2,那这个D2乘以F,好,那它转动方向以这为质点,造成这样转的话,也是什么,逆时针, 所以注意方向,结果很简单的,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样,就只有从一个平面上的转动,就只有顺跟逆,结果这两个是同方向嘛,所以可以加的时候就直接相加,然后把FD出来,所以就等于D1加D2乘以F,OK,那D1加D2是什么,是不是叫D,对不对,D什么,OK,而且,我这个在这一点,还是在这一点,在这一点,有没有影响,没有,这样,幸福了吗, 啊,对对对对,所以希望你会有些东西,你会叫点大声表示,一定是感觉快乐的幸福,OK,好,